高雄市長陳其邁二十九號晚間出席 岡山後援會成立前的暖場餐序 在臺上自辭時旁邊站的這一位 就是臺灣螺絲工業同業工會 理事長蔡圖靖 陳其邁致辭時蔡圖靖不斷的點頭贊許 而他是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的子弟兵 在柯智恩來高雄選市長前 也參與了王金平的早餐會 一直被視為藍營產業大勞的他 如今出席餐序 站在陳其邁旁邊 被外界猜測是否正式被打莊 蔡圖靖已經多次表示對陳其邁的肯定 而三十號晚上是柯智恩的實施大會 蔡圖靖在前一晚出席 與挺邁餐序還站在一起 對拔樁說柯智恩表示沒有拔樁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長期執政二十幾年 不管是工商界或是任何的一個行業 都不需要跟民進黨維持 友好的一個關係 所以不要每一次我們有哪一些 譬如說去藍的背景 或藍的景象的人站出來 在陳其邁旁邊 就說是在拔樁 柯智恩一早出席 兩個議員進總成立大會 也是行程滿檔 但從玉皇公主委許文良 講到原住民議員賴文德過去挺欄 都轉為挺邁 隨著選舉腳步進 柯智恩的壓力也勢必越來越大 參選人胡適應張哲人入股負仙 高雄雄報導